大家好 欢迎来到北美天马星Liu和Lili的频道 我们今天继续讨论关于退休养老的一些事情 我们今天很高兴跟一个年轻的一辈 比我们年轻十多岁的一个小伙子 聊一些我觉得特别有意思的话题 幸会 Liu Lili 你们好 我们的观众主要都是50岁到60岁左右这些人为主的 大概70% 但是我们也有三四十岁的年轻人也有 我觉得这些年轻人就特别聪明 人家能比我们提前十多年想这些退休的事情特别好 而且我觉得Felix还有一点 他不仅想他自己 他还想他的父母 你怎么想到考虑退休养老的事呢 我是一个80后 我们当时都是计划生育的一代 所以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我太太也都是家里的独生子女 我们现在来到美国 如果想要在美国未来发展的话 一方面是我们作为一代移民未来养老的一个考虑 另外短期更重要的一点 就是当我们的父母年纪很大了之后 他们的养老的一个问题 我们在这的时候也遇到过身边有一些 稍微年长一些的朋友 他们的父母来了之后 我们的父母一辈 他们既看不见又听不到 又走路不方便 所以这个 带来了很大的挑战 如果考虑到未来在美国的话 怎么能要有一个 既让我们有一种体验到在国内各方面的一种 这个方便程度 我觉得大家最怀念的国内的可能一点 我印象中好像你们的视频里也提到过 就是我们怀念国内的这个烟火器 对你这个说的我也想起来了 当我爸妈妈来美国的时候 我们孩子还小的时候 他们就是说 就是跟笼子哑巴似的 然后也听不懂 也没什么朋友 所以很孤单 所以他特别希望社区里有这样同龄的人吧 跟他们一起可以溜溜弯聊聊 突然他很孤单的感觉 你是不是父母跟你们在一起住呢 是吗 目前还没有 几年之后的一个计划 大概是这个 因为我们目前的情况是 父母会定期来到美国 一方面我感觉是个未来很美好 另外一方面我心里也有点不舒服 这个就是 我们会有点这个富旧感 是的 就像我爸爸现在90多岁 我就是每年回去一趟 或者有时候两趟争取 但是时间毕竟是有限的 其他时候都是我的姐姐弟弟什么 赵国 就是现在有点那个什么 但是帮他们找到保姆吧 让我觉得放心了好多 对我来讲 虽然我们是两个人家里 两个孩子 但是我们都在美国 在国外 就黑你就有类比了 是吧 现在难题在 养老的难题在哪呢 到了一定年龄 你把父母放在国内 你这也不放心 他确实有很大的难处 就像我上级讲了 是吧 某种程度上你可以靠一些亲戚 朋友 但是说你完全靠他们也不现实 也不可能 对 所以说而且国内是人情社会 有很多事情都需要我们去走关系 跑关系 去做很多事情 才能拿到那些资源 是吧 说我们人不在国内 既然是我们回国 那时候可能我们也疏远了和这套系统 所以说这就把它放在国内 是很大的一个挑战 如果把他们接来呢 也是很大一个挑战 这个父母呢 他们在这儿 基本上是不大可能完全适应 除非像我们能住的像法拉盛 像这个洛杉矶那种 完全的唐人街那种环境 像我们这种专业人员 是吧 出来的 又不大可能住在完全那种社区 所以这就对父母来讲 很大的挑战 实际上对父母来讲 博神称的 把他一个从整体这边拿了出来 放在 把他完全的把他作为一个个体 放在北美这种 这种白 北美这种完全西方化的社会里面 他会非常非常大的文化冲击 而且他一下子失去了 他过去那种社会网络 再一个呢 就是说 中国人就是说 吃账很大很大很大的成分在文化里面 在美国这点 又很难满足他们 所以说我父母 其实晚年他们生活的就非常的 我母亲还好了 他比较耗尽 像我父亲 他就非常非常的难受 因为他爱热闹 他喜欢吃 喜欢坐上链 对 你想他是在四川长大 我父亲 那个四川那种 那种 海龙蒙圈 是不是 对 在外边下着象棋 一下下一天 对吧 喝着茶 对 聊着天 他在美国的最后 最后他就是整天的沉浸 在对国内那种 实际上很大成分也是幻象 但是不管怎么说 他就觉得回国会 会幸福的多 所以他有的时候就瞒着我们 他偷偷的都回去了 他到了北京说 因为他指导 他80多岁的人 我们是不敢让他一个人 不放心的是吧 所以说我们就给他下命令 他自己住在老年公寓里 我们就说你必须得通知我们 我们同一人才能回去 他就偷偷的买票回国了 回国了 我现在已经在中国了 因为他在国内 远远远走走了 是吧 对 然后他在国内 他又生病了 所以我们还得请假去陪着他 而且很久就把他接回来 所以这个例子我问一下 之前的时候你父母 他们在这个老年公寓 是在这个DMV地区吗 还是说他们在家中 你说的那个什么养老院的事 是你怎么想的 看到过几种 我们华人考虑到和养老的 这种这个模式 有一种是可能就是说 搬到一个 有这种抱团取暖的 对吧 就是几个几家特别好的这个朋友 我们好比说在佛罗里达 买一个这种这个community 几个朋友之间有这种照顾 然后我还听说过 有身边的朋友 他们就专门买一片地 然后见几家 这个联系在一起 这种情况也有 还有的一种可能就是说 这个当他们可能考虑到 70岁左右的时候 也许他们的孩子 可能三四十左右的吧 大概这种年纪的时候 可能他们的子女也已经settle了 他们那时候的工作 相对稳定 他们就搬到了一孩子 旁边的这个卫星城 还有一种就是说 这个可能考虑到 这种养老的社区 对吧 当然这我看过你们的 几期的这个介绍 美国的这种 这个比较高档的养老社区 好像你们看到那家 是不是 我忘了是在 Besesta还是在 Chevy Trista 在Besesta 有一家 对全新的那个 特别高档养老院 是 一个是这种 另外的一个 可能就是说 我们介绍过几个 高端养老院的 它是 assistant living 就是说这些人 其实已经是 不能够完全 独立生活了 他这就是 那个里头设施都好 都能够帮助你 及时报警啊 他有什么摔倒了 什么都能这种的 也有护士啊 什么经常这种的 这属于assistant living 另有一类就是说 就像他妈妈在 那个圣地亚哥 那会儿住的那个 就凡人联合会办 就是那里头呢 就是有多数人呢 是可以自己独立生活的 不像 那里是什么 是一个apartment 类似于像我们 就像apartment一样 对就像老年公寓那种 对就叫做clubhouse 就是老年公寓 对对 还有呢就是说 有一些叫nursing home 那种呢 就是完全不能自理 就是经常的有护士来 喂药啊 干这干那 还有的就是比较严重了 需要打针呢 或者是扶着上厕所啊 什么这种的 就是这按美国的划分 大概这种的 就是你刚才说的划分 是另外一种划分啊 就是说 还有呢一些是 五十五家社区 对 这个呢我们都有采访过啊 我们去过北卡的 一个五十五家社区 我们马里兰呢 我们也去过 但是我们好像 没有出过视频那个啊 那个是完全就是就是说 比较活跃的 对 他我觉得最大的卖点 实际上就是说 很多人有很多的club 一百多种的小的 不同的活动小组啊 打牌的 跳舞的 打各种各样球的 什么这种的 这种华人多吗 怎么说呢 就是取决于啊 各种情况 因为我听说一些人 就比如说 有一些从那个纽约那边啊 他们几家就集中买了一个 在五十五社区 同样去一个社区 就像你说那种的 在美国这地方 因为讲究人人平等 种族平等 像买房子什么这些的啊 所以Lilu你来讲那个啊 你学过那个 我跟他说一下 他刚刚说五十五家 然后养老公寓 然后在养老公寓 然后呢 assistant living 这怎么说呢 就是有一定护理的养老公寓 是吧 在最后是nursery 后我们就是完全来护理的公寓 是吧 然后就是大概是这个层级的 说五十五 五十五家的话 实际上就是 这完全的反映出 这个中美两种文化的不同了 就是说西方人他喜欢静 中国人喜欢热闹 这个中国人喜欢 大家聚在一起 是吧 然后呢 而且希望儿女同 经常来看他 然后大家都很热闹 是吧 他西方人为什么搞着五十五家呢 他对这个年轻的很限制 就是说你这孩子来看 看你不能待多长时间 因为他的一个担心就是说 如果你年轻人住的这太长了 是吧 他就会影响到别人 他强调的就是一个镜子 所以说这点呢 就有的为什么五十五家 在华人里边不是那么的 很多人不能接受就在这 他对这个子女的这个居住 有很强的限制 九天以后 你就不能再怎么 反正有很多很强的限制 再一个呢 因为养老公寓呢 它是一种公寓 它就受美国所有法律的这个制约 Fairhouse Law 就是那种 就是公平住房法 就是说你这样的话 你要搞一个完全华人社区 是非常非常难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就是你所有的上市的房子 对吧 你不能以任何的种族的原因来歧视 就是说你比如你建起来 你想我是建一个完全华人的社区 但是你必须在公开市场上去卖 如果人家能够出同样的价钱 是吧 我同样的这个financial 就是说我同样的financial 对决人家 当你没有钱 我没办法 是吧 但你说我们两个 我是一个白人 你是个华人 是吧 我们两个都能够付得起这个mortgage 是吧 我们两个条件是一样的 你就不能是pick的 如果你要是 你如果发现你这个楼 最后全是中国人了 是吧 那如果我心里有气 我就可以去sill你 sill你的话 你要失败的话 你会发很多的钱 你会丢掉所有的执照 所以这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所以在为 这就是为什么 在美国 其实其实美国是完全市场导向的 是吧 其实有很强的这种需要 但是你就没有看几个 没有很多这种完全华人 华人的这种这种这种公寓 像我爸妈 他在加州住那个公寓 就像我说的 是华人联合会办的 嗯 他的一开始的初衷 我想也是住 因为他而且那个位置就在 就在华人就在唐人街上 就在唐人街上 他他办这个公寓的初衷 实际上是是是为了让 给华人养老提供便利 但是最后你看 我像我爸妈 是仅有不多的几家中国人 其他的大部分都是都是对美国其他 其他对的人 也有白人 也有黑人 什么人都有 所以说呢 而且那个管理的人员 也都没有什么华人好像 对 就可能一两个华人 管理的人都是各种种族的人都有 虽然是华人联合会办的 因为他是他属于为低收入 中低收入的人提供的 所以说呢 他拿了政府的钱 然后呢 政府就给他有强行的规定 就是说你的房租不能超过 不客收入的三分之一 你比如你一个月一千美元嘛 那你的房租就不能超过 就是三百美元 甚至更低 是吧 所以说这样的话呢 华人你比如说你如果华人 你的收入高到一定程度 你就不qualify了 其实往往有的时候 有些可能更低的 就是一些低收入的 其他的族裔 他qualify了 那你就得接纳他 很难办一个完全单一族裔 单一族裔 就算是犹太社区吧 因为这美国就是那个大熔炉 他整体是希望大家这个mix and mingle 但我有两个问题 一个华人联合会建的 我觉得他们的组织 应该也是一个nonprofit这样的一个 这个回头 你如果有相关的信息 你发给我 我可以来初步看一下 另外一点呢 其实利奥你说的一点 就是这种犹太的社区 犹太社区 这是另外一个 我们其实很向往的 他们是什么 就是他们这个很抱团 对吧 就是他们整个在这个地方 我觉得从 就像你说的 在任何的角度 我们如果真有这样的一个社区 要开始运营的话 肯定不会说 他只针对单一的族裔 但是这就有点像在美国买房 这个样子 大家最后也这个 人以群分嘛 对吧 就是说 我们说安娜德尔 这边都是韩国城 对吧 某一个地方 Rockville 这边好多的都是这个华人 对吧 然后这个我们会知道 白人主要住在什么地方 黑人主要住在什么地方 他渐渐的自然而然的形成了 这样的形成了 对对对 是 你别说你说的犹太人了 我们还真是认识犹太人 真是犹太人 他开养老院的 这是我们的一本来要 一直要做的一个项目 一直没去 我们孩子有一个挺好的伙伴 他们一起成长 从小长大的 他爸爸就是做犹太人养老院的 然后他其实说最近 他又新盖了一个楼 那会 不是 他不是犹太人养老院 他就是做养老院 他是犹太人 建了养老院 对对对 像他这种滚动发展 他就是说 我有一定的资本以后 我就买一个这种 就独立的这个house 就像一个楼 就是一个楼 然后呢 然后他就像 因为政府都是支持这些东西 支持养老 养老师 对 他就给他去申请promit 把这个独立的房子 改成那个 带自在为 那么五六套 每个独立房子 可以割出五六套这种房子来 这样就是他的一个 这就是其中的一栋楼 然后他再有钱以后 他会再盖另一栋 然后他可能还吸收 其他的parison 他有其他的合伙人 对对对 最后就越做越大 他现在有不少 不少了 他可能有好几个这种楼了 然后他每个 他有一定的比例 政府规定 比如说几个老人 对一个护士 他都是这种 都是配套的 对我们其实应该去采访 跟他说过 但是我们一直就 他在哪个州 就在我们这 那是Nursing Home Nursing Home 就是完全不能自理的 所以说他其实对这个东西 Heavily regulated 就是说这个政府是控制很详细的 又有非常具体的要求 就是你包括你这个建筑 怎么改建 是吧 你这个门要多宽 是吧 你走廊要多宽 无障碍 是吧 这些东西都非常非常严格的 所以这非常专业的 有专门的人来审批 有专门的人来设计 他做出来以后呢 而且就像还有一个护士的ratio 几个老人就必须有一个护士 而且这个护士必须是 必须是那个 必须是licensed nurse 对都有licensed 对 所以他呢 大概就是他也有医师 他甚至好像还有医生 其实美国这边 其实挺活的 你可以去contractor 对对对 你可以找个医生说 你有时间吗 你周末可以 他就是 寻回的 寻回的 一个星期我要来看一趟 这些老人大体看一下 认诊大概是这种的 也不是他的雇员 我估计就是现在contract的那种关系 对对 别说太多了 因为咱们也不太了解 就是我们有几次party聊过 但是咱们应该去找找他 其实对他说过 欢迎我们去 我们就是没去找他 那我问一下 我这个不情之情 等后来我对他这个社区挺感兴趣 等你们什么时候去的时候 要不然我跟着你们一块去 对带着我一块去 要不然就是等 要不然是等你们先去完了 回头你再介绍我 我再去也行 对我倒对这个社区蛮感兴趣 对对对 他们呢有的时候会有一些敏感性 因为这有HIPAA 美国这个有这个 对他可能不让拍摄 这个隐私 这个他保护的很厉害 所以我觉得你这个想办高端研老院 这个想法真的挺好的 但是呢就是说不太好弄 就是从我们了解不太好弄 有这么多regulation 在美国很大的市场 因为美国的人工太贵 很多人养不起老 尤其是需要别人帮忙的时候 如果行动不变了 我雇一个人是非常贵的 几千美元甚至上万 这个你像我们介绍那个养老院 是吧 就是那个还是assisted living 还不是全护理 一个月就要1万美元了 讲究1万美元左右了 所以说呢 这个这些很大的市场 很多中产阶级 它是它是它是 都不齐这个费用的 其实这有很大很大的 秧老是很大的市场 但我觉得就是说你在美国就有这个问题 一个是regulation 就是它这个市场准入 也说regulation很厉害 什么东西都要审批 什么东西都需要有license的people 来给你做这些事情 很难很慢 在一个费用很高 你请这些人 成本高 所以说为什么大资本 它不去做这个养老院这些东西 就是因为确实是它的盈利 确实并不是想象那么高 因为它成本在那 我觉得从 我有点在想这个问题 因为我想将来叫到那个东南亚去养老 我就想到这个 就是说呢 有没有这种可能 就是说你把这个养老这些东西 放在养老院 养老院放在这个东南亚那些 放在国外 对放在 这个没有太多的regulation 相对比较容易 人家认为你是外资 人家还会去扶植你 给你很多很多好处 是你雇佣当地人是吧 人家都是非常欢迎的 所以说呢 这成为一种 这成为一种产业 就是说你 你把这个东西 像像美国人 很多人到国外去 去叫什么医疗 医疗旅游是吧 他到那个墨西哥去修牙 或者到东南亚去 拍那个 拍X光 去全身体检 就是说你 他这成为一种产业了 就是你说养老 有没有可能 回到这儿 另外我有一个问题啊 这我想到的 就是说 因为我看到你们这里边有提到过 去 去 哥斯达里加 包括像你们提到这个 墨西哥新兴的一个城市 基本上对标中国的深圳 包括考虑一下马来西亚 各方面这种 就是海外养老的这个可行性 包括像你们和你们的这个 粉丝啊 这个互动 你觉得这个 一个是可行性 另外一点是 你觉得他对人群的这个选择 是不是比较这个selective 因为可能 你们有这方面的考虑 是因为我还是 我是觉得 呃 你们某种程度上 并 并不完全代表 所有正常的想要退休 未来 你们能折到 第一 你们能折到 像你们这种想要提前退休的 这个首先人就不多 你们能折到 而且你们对这方面有这个passion 你们已经做过好多好多的研究 我觉得 你们的 之前做过的研究 所有的经历 再加上你们的这个执行力 这个在一起 这就是你们最大的这个 这个differentiator 对吧 并不是所有人 他能经得起这种 就是去海外的这种这个养老 所以从你们角度来说 你觉得适合什么样的人 然后他们比较 就是说这个 呃 有这个普世性吗 我觉得华 华人对马来西亚 对对对东南亚很感兴趣 对对对 他就 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 确实是 就抓了一个重点 就像我们有一些朋友 人家不喜欢就是到不熟悉的地方去 不愿意 尤其到年纪大了 更不愿意了 是吧 就愿意在这个熟悉的地方 所以绝对是只适合某些人 我觉得就是在我们的网友里头 有很多人 其实对我们这种生活 也有类似想法 对 就像Liu说的 但是我觉得多数华人 像我们这个大概年龄的 又在北美受过教育工作过的人 很多还是喜欢东南亚的那种文化 比如说马来西亚 大概是首选 大概马来西亚说 因为文化语言都没有问题 吃了也很顺口 是吧 其实有可能说 像Liu说这种情况 咱们不是说去盖一个 比如说咱们管理一下 或者说作为中间介绍一下 北美的这些华人 想到东南亚去体验的 也许那也许是一个机会 因为他们那些地方 他们有现成的这些东西 医院 他们还想让外国人去看 他们那个over capacity 他们其实有这种容量 他可以做这个事情 对在美的华人 也是一种便利 其实你想嘛 你让他们长期养老 显然是不现实的 因为他们有孩子在这儿 他们有很多牵挂 你在美国一年花 两口 两口价一年的一年一年 一年中位数开支是八万八千 那你说这种养老 基本上都是属于按标准的 好比说是65岁之后 就开始拿这个medicare之后的 这个这个之后对吧 对对对 medicare medicare本身的费用 就是两口子就1500美元 他是算出来的 包括你的这个premium coupay 还有这个deductible everything是吧 加起来 就说实际上 他说是国家提供的 实际上你每个月 两口子还要将近1500 1500万美元 虽然他这么算起来 各项都算起来 大概是八万八千美元 这就是属于中卫 是吧 但有一半是比较高的 有一半是比较低的 所以这八万八千美元 是一个fortune 在东南亚的一个国家 在东南亚国家 我知道很多人就是 两三万美元 就生活的非常舒服了 嗯 给他提供这么一种 有没有可能 给这老人提供这么一种可能性 就是说 当然说像我们这个年龄 大概不大会参加 我们更希望自己自由赞索 但是到了一年 现在七十多岁了 是吧 他这个行动 已经开始不变了 你看提供那么一种可能性 就是他能得到很好的照顾 是吧 还有大巴能带他到各地去走一走 吃的饭也比较顺口 又是华文 你到那个地方去待一年 再回美国是吧 或者再到别的地方 再换换口味 再到别的地方去 其实我想很多人 是愿意去做这个事情 就是说你 如果你能够 你能够保障我的这个安全 保障我的这个各方面的照顾 是吧 他有现成的机构 我就说如果 如果我们从头开始做 那你需要很多的投资 其实相当于说 把这边的资源 和那边对接起来 对了 虽然我觉得就是说 需要有些人 做这些桥梁的工作 也许我们熟悉 两边人的这种文化culture 是吧 这种管理 或什么华人的需要吧 可能能够做解释 如果你是一个 一个可信度很高的 美国公司在做这个事情 他相信 如果是马来西亚 或者是东南亚来 他认为你是不是来割腰子 对来骗人 他不会相信你 你必须在美国的一个养老院 我推出这么一个项目 你比如说我这个美国 已经是一个chain 一个这个连锁的养老院 是吧 我推出了到东南亚 某个国家待一年 中文的 中文的服务 是吧 这个 可能很多人就会感兴趣 这是我的想法 就像牛轮一样 我考虑的是说 提供这样一个 比较好的一个平台 把大家聚在一起 但这个其实有点像 从零到一的 这样的一个过程 你们现在考虑的就是说 这个能不能有一个 借力 借助的就是这种 我们东南亚的文化 对吧 饮食 各方面的方便程度 再加上这个 这个成本 对吧 相对于各方面 这个其实是个思路 对 不过可能也可能麻烦 医疗 好多的事情 对 医疗保险 医疗保险怎么操作 这是我 我倒是想去探索 我就想这可能是挺好的一个思路 哪怕是我在视频里 给大家介绍一下 这是挺好的一个思路 我觉得对我来讲 我也挺满意的 我觉得我完全同意 我特别喜欢的就是 我能看出你们那个 第一能看出你们喜欢折腾这个劲 第二能看出了你们的这个热情 就是